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你去诊所干什么 你哪儿不舒服 你别跟我绕弯子了 我为什么去诊所 你很清楚 我不知道 连何秀春都知道 去诊所读我 你难道不知道 那我不能生孩子 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应该我先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是结婚前就知道 还是结了婚之后才知道的 我猜 你结婚前就知道了 所以才问我 能不能做丁克家庭 我猜得没错吧 抬起来 尤主林 这件事情 你瞒了我十五年 十五年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种欺骗 欺骗 十五年来 你什么都知道 却就不说 这难道不是欺骗吗 所以你今天是来责怪我的 所以是我的错 难道都是我的错啊 我生不出孩子我 我就罪该万死了 你现在是无理取闹了吗 我说过这话了吗 我说过你生不出孩子 罪该万死吗 我不能够理解的是 我作为你的丈夫 作为你最亲爱 最应该信任的人 你居然瞒了我十五年 如果是你自己不想生孩子 那就算了 无所谓 真的 但是你还瞒着我 去医院 去诊所 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李恒奇 那你都知道 为什么一直不问我呢 十五年来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伟大 能够容忍一个 不能给你生孩子的妻子 还那么地包容她 对 这十五年是我的错 我承认是我的错 我不是已经给你自由 放你出去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当初是你昨天昨天的要离婚 是你逼我离婚的 现在变成你给我自由 我逼你 我怎么逼你了 我逼着你去民政局了 我强迫你签那个字了 还是整个离婚过程 我给你下药了 李恒奇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要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可以随便找任何的女人 孩子想给你生几个生几个 谢谢